征刑省三十五 曰是农曰工商 此四民国之良 请闲额鸟啊 额鸟啊 快起来吧 咱们出去的时候 勇琪还在背人之初性本善 现在已经背了这么多了 真是聪明哪 我们勇琪都已经五岁了 现在开始学背书 不算早了 嬷嬷 你先带勇琪下去吧 我有话跟姐姐说 是 二臣告退 姐姐 今日听皇上的意思 像是想要立永丛为太子 永丛是嫡子 自然是储君之选 我倒觉得是不是太子不打紧 子嗣康健才最重要呢 我听江太医说 永丛才满院 但是因为在胎里的不足之症 竟然已经在服药了 这么小的孩子怎么服药 说是让乳母先把药给服了 然后一瓣奶水 一瓣汤药喂着呢 看来这个不足之症还是挺严重的 是啊 永丛已经三个月大了 总没精神 一感风寒不舍 这个头也不见场啊 是啊 七阿哥的身子是有点弱 我从报国四囚的平安符 给七阿哥带上没有 一直带着呢 一见又从这样 我就揪心 怎么不见场呢 是不是乳母的奶水不足 七阿哥吃不饱 才没有精神 亦感风寒呢 夫人 自从得指要喂养七阿哥 奴婢们的饭菜一点盐都不敢加 顿顿都喝 加了通草和亡不流行的汤水 奶水添后充足 奈何 七阿哥他不肯喝啊 无用 其辱呢 皇后娘娘 齐太医到了 穿齐太医去暖阁 是 好好照看这七阿哥 是 这种事情 怎么能怪我们啊 这种事情 怎么能怪我们啊 别说了 我哭啊 我哭啊 我哭 哎呀 山什么山呀 还送兵 你们不知道皇后娘娘怕寒呢 都给我退下去 是 是 这 齐太医 你给本宫一句实话 我哭啊 永从生下来已经三个月了 却得了两次风寒 这本不是风寒的季节 永从为何这般孱弱 是啊 七阿哥总是呆呆的 没什么精神 这又是为何 皇后娘娘 夫人 受微臣之言 七阿哥是早产儿 体质格外孱弱 更要精心养育 齐太医 永从 能不能平安养大 婴儿娇嫩 如果能养过十岁 大多是无妨的 十岁 那十岁之前 岂不是闲之又闲 齐太医 您这样回话 可会吓坏娘娘的 微臣说的是实话 养育七阿哥 必得仔细再仔细 那我来问你 皇后娘娘的身子 能否再生一位阿哥 夫人 如今是七月初 正直颜热 娘娘店中都不敢用兵 您说 本宫 产后体粮 别说用兵了 就算是穿得薄一些 也鲜有良意 那娘娘 就是用些利豆白和汤 也是好的 喝过之后 就会感到胃寒不适 就是午后暑热 大汤不止 醉事难受 这是畏热畏寒之争 皇后娘娘 再也不能操心劳动了 免得损伤根本 您问了这么多 是不是 皇后娘娘的身子 难再遇喜了 皇后娘娘若想再有喜 皇后娘娘若想再有喜 难遇上青天 那就烦请齐太医费心 务必保这七二哥平安长大 是 据你所言 皇后产后 的确虚亏得厉害 是 时之盛夏却不敢用兵 午后又虚寒淋漓 本就为养育七二哥的是玄心 若再为后宫所势劳神 微臣 怕皇后娘娘会元气大散 再难养晦了 金是其兮 皇后便是中原 万寿 中秋 重阳 宫中大事接踵而来 的确是勉强皇后了 朕知道了 你退下吧 是 来吧 有 太深奖 won 集مة 就不会 不是 得罢皇后 吴 straighten 我 公司 stand 也 é 不长久 臣妾总和皇上在一块儿 不离不弃 好 如意啊 朕有一事要和你商量 皇后场后虚亏 后宫的事情不能料理 皇娘年龄也见大了 逐渐地力不从心 朕思来想去呢 你协理过六宫的事务 还是你最为稳妥 嗯 臣妾做事不够仔细 可否请淳贵妃一同大礼 这淳贵妃的性子温柔 但是耳根子软 又无主见 这六宫的事务繁杂 只怕她也帮不上你什么 皇上都想好了 还问臣妾 朕要劳动你 自然有东西要赏你喽 进帽 喳 这是臣妾独有呢 还是何宫都有 这是宫样珠花 是朕特别为七夕制作的 皇后呢是佛首花 纯贵妃呢是绣球 家妃呢是枝子 余妃是墙薇 梳瓶是珍珠兰 美人一枝 但这玫瑰呀 是你独有 代表着你 你和朕的情分不同 也像你说的长长久久 只希望你会喜欢 这玫瑰很衬你呀 好看吗 好看 如意啊 只希望 咱们真的会长长久久 这玫瑰 今儿是中元节啊 一切忌讳 大家都要忌讳 这门啊擦干净 每天都擦不干净 这门啊擦干净 啊 进出要照水盆 不可言与犯会 啊 大家都仔细些 谢谢 白天天还好好的 怎么下起雨来了 想放个花冰都放不了 这中元节 本就是白鬼夜出的日子 看着雨是越下越大的 一时半会儿也停不了 俗话说呀 鬼不走干路 瞧我们说的 怪吓人的 是啊 啊 要不咱们别放了 回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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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进一会儿吧 牛丛 牛丛 我能在哪儿啊 好吧 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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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丛了 快去灌杯 啊 孩子眼神明亮 怕看见不干净的东西 皇后娘娘 还是请尊佛像 回来供服吧 蘇莲 去把本明佛堂里的佛像 请出来啊 是 娘娘 外面的鱼越下越大了 好 皇后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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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皇后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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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婢是企乡不得理心 我们主发动了好半天 也没生下来 您去看看吧 嘉妃又不是没有生养过 让杰生姥姥和太医料理好 就是了 好了 您赶紧回去吧 是啊 那不怕啊 那不怕啊 那不怕 疼死他 疼死他 娘娘就要生了 还不请皇上 眼下风雨这么大 就算去请了 皇上也未必肯来啊 你们 你们真是废物 盈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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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谁皇上 我 不是你是谁 快去 啊 啊 啊